民数据第八章 安置七盏灯 第一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说 点灯的时候 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 亚伦便这样行 他要点灯 这八点灯台上的灯 是灯向前发光 是赵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这灯台的做法 是用金子锤出来的 连做带花都是锤出来的 摩西制造灯台 是赵耶和华所指示的样子 第五节 然后叫他们取一只公牛犊 并同线的素剂就是调油的细面 你要另取一只公牛犊 做赵耶和华所启祝的祝福 并将立位人 奉到会幕前 召集以色列全会众 将立位人奉到耶和华面前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要按手在他们头上 亚伦也将他们奉到耶和华面前 为以色列人当作摇祭 使他们好办耶和华的事 立位人 立位人要按手在那两只牛的头上 你将一只做赎罪祭 一只做番祭献给耶和华 为立位人赎罪 你也要视立位人 站在亚伦和他儿子面前 将他们当作摇祭 奉给耶和华 这样 你从以色列人中将立位人 分别出来 立位人便要归我 然后立位人要进去办会幕的事 你要洁净他们 将他们当作摇祭奉上 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中全然给我的 我拣选他们给我是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 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 连人代牲畜都是我的 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天 将他们分别为圣 归我 我拣选立位人代替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 我从以色列人中将立位人当作赏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在会幕中 办以色列人中一切投生的凭杀的租赐给亚伦和他 就像他们这样行。 立委人 竭尽自己 除了罪 洗了衣服 亚伦将他们 当作摇记 奉到耶和华 面前 又为他们赎罪 竭尽他们 然后立委人进去 在亚伦和他 儿子面前 在会幕中办事 耶和华指着立委人 怎样吩咐摩西 以色列人 就怎样向他们 行了 耶和华小遇摩西 说立委人 这样 从25岁以外 他们要前来任职 办会幕的事 到50岁 要停工 退任 不再办事 只要在会幕里 和他们的弟兄 一同伺候 谨守说吩咐的 不再办事了 至于说吩咐立委人的 你要这样向他们行 各位弟兄姐妹 组内同道和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刚才已经读了 民数记的第八章 第八章的经文也不多 那他讲了 首先就是安置七盏灯 这个灯呢 在点的时候呢 是要把这个灯的光 要对着前面 他这里是有寓意的 表明是来自神的光 因为所有的灯也好 油也好 都是分别为圣的 这些圣呢 之所以被称为圣呢 是因为他在圣所里边 或者在那个至圣所里边 他是点在神的弹前的灯 这些灯啊 这些光啊 就代表着神的光 但是这个神的光呢 不是他虽然是物理上的光 但是呢 他也代表着寓意是神的光 神的光呢 就是生命的光 和这个永生神 联系在一起的 这永生之光 这是一个寓意 那这些呢 这是这个灯点的时候 这个光要照向前面 同时呢 这里也介绍说 这些灯台呢 是用金子垂出来的 这个炼花带坐 一块儿垂出来 那我们知道呢 这些东西呢 在制作的时候 在古老的工艺里面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有这个灯台 那个金灯台啊 七个嘛 七个呢 它那个枝子连在一起 下面又有灯台 这些呢 要锤出来 并且是一起这样锤出来 我相信还是需要点技术的 就是现在的技术 你就是用焊接啊 什么呀 你要知道 你要把这个东西焊出来 那样的那个 然后呢 它里面可以装油 然后点燃 那个油呢 是不会漏的 你知道吗 那也是需要一定的功夫的 就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的 更何况呢 是以前 我们现在说 最少是三千五万年前 甚至是四千年前的事情 这个呢 是很不容易的 也逐渐啊 就是当神要这些东西的时候 神呢 也给了以色列人 有这样的智慧 给他们这样的工匠 让他们能够做出来这样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 在神的殿里边 神的会幕当中呢 都是看为宝贝的 也成为至圣之物的 这是在这里讲到说 怎么样安置七盏灯 同时呢 在这个经文当中 也不断的强调啊 摩西制造这个灯台呢 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 来制造的啊 所以呢 都是有神的命令 然后呢 摩西的传达 然后呢 按照摩西所领受的 然后来去制造 那从第五节开始呢 就是立为人行 洁净及奉献的礼 那接下来这一段的经文呢 就是说 当这个会幕啊 已经做好 支撑起来了之后呢 那就要对这个 在会幕里面办事的人 服事的人呢 要有一个洁净 这种洁净呢 是要 把它呢 分别出来 这种洁净呢 不单单是说 在身体上的洁净 除去身上的这个 污秽啊 这些呢 也要 什么 也要 在神的面前 分别为圣 因为这里边呢 说有一定的仪式的啊 就是要用除罪的水 弹在他们身上 就是有水是除罪的啊 那我们 其实在现在的这个 天主教的弥撒里面呢 他们有这一些的礼仪 就是拿那个水 甩啊甩 甩在人的身上 表明这是除罪的 又要拿 用剃头刀 刮全身 洗衣服 洁净自己 那个不得了 用剃头刀 刮全身 就是头发要剃了吗 然后那个身上的这个 胡子啊 什么 胡啊 虚啊 什么 这些体毛啊 什么 全都要 要刮掉 人呢 就是一个金光的 就是表明呢 这是在这个礼仪上的圣洁 就是捷径的礼 是这样做的 同时呢 也要这个洗衣服啊 捷径自己呢 还要献这个公牛毒 做素剂 献素剂 素剂呢 就是调油的细面 也要取一只公牛毒 献这个赎罪剂啊 就是等等这些啊 都是非常 严格的 一系列的 捷径的礼仪 然后才可以到 神的面前 然后呢 这里呢 说 利维人呢 将利维人呢 分别为圣啊 归给神 然后呢 把利维人当作这个以色列人的谣记 来 给神的 来给神的 好像 利维人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的祭物 所献的长子啊 是这样 那 并且呢 这里说 以色列 利维人呢 他们在 将他们分别为圣的时候呢 要这个 以色列人全家 都到会幕面前 然后利维人站在会幕面前 以色列人全家的 其他的人 要按手 在他们头上表明呢 将他们分别为圣 归给 耶和华神 同时呢 这个利维人呢 他要把手 按在这个 两只牛的头上 然后呢 把牛归给 耶和华 这是一个 替代替 代替 那个 我们就看见呢 就是 利维人呢 是代替什么 来代替这个 以色列人的 那个牛呢 也是代替利维人 来献祭的 就是 如果是说献祭的话 那利维人是人嘛 然后 就他们献给神了 但是 如果是说 像牛一样都献的话 那就是要杀掉了 对不对 可是这里呢 没有是说 要杀人献祭啊 而是说 杀牛 代替人 来献祭的 同样呢 其实这个 我们完全可以联系到 新约的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呢 被称为神的高养 他呢 就 就 被当作 祭物 全人类呢 凡属 上帝 名下的人的祭物 献给了神 除去了 世人的罪孽 代替 所有属实 神的子民 承担 罪孽 是这样一个 概念啊 好 那我们也要看啊 就是在这里呢 特别的说到啊 就是啊 将以色列人中的利位人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呢 呃 是 为什么啊 是因为呢 呃 在揣击的时候啊 就是最后灭杀投生的这一灾的时候呢 呃 那个时候上帝就把以色列人中所有投生的 连人代牲畜 全都分别为圣 归给了 耶和华 归给了上帝自己 啊 这里呢 呃 是 就是在十四节啊 开始就不断的强调这一点 连人代牲畜都是 呃 归给耶和华的 就是 所有投生的 无论是 这个 人是牲畜 是这个 人或者羊或者牛 或者什么啊 都是要归给耶和华的 都是要归给耶和华的 都是要献祭给耶和华的 那人呢 就是要去 专职的来服侍神了 那动物呢 就是要献祭给神的 是这样 那 呃 这里呢 在最后哈 在最后呢 还有一个事情呢 让我们看到啊 就是立位人做工呢 是要做二十五年哈 啊 从二十五岁 然后开始 做到五十岁 停工退任 那停了之后呢 那还是要在这个会幕当中呢 一同伺候 只是呢 就不再办事了 那这个不再办事呢 是 呃 什么 就是说 一些要 他们原本动手去做的事情 啊 像可能排班呢 什么这些呢 就不会再排他们的班 啊 呃 但是呢 就是他还要在那里 有一些事情呢 他们要和啊 就是还在当职的立位人的弟兄呢 一同去参与的哈 就是好像呃 今天呢 有好多传道人呢 或者牧者牧师啊 长老啊 虽然说是退休了 但是呢 其实还会去继续的来服侍教会 只是呢 不再在教会当中 担任这个药职 或者担任这个职务啊 啊 然后呢 呃 要 呃 这个 一些那个权 教会的权柄啊 等等啊 这些呢 都呃 要放下 但是呢 还是会去呃 持续不断的服侍神 啊 是这样啊 那今天我们分享就到这里吧 好 感谢上帝 愿主与我们每一位同在 呃 愿主呃 呃 带领我们 是我们可以 像啊 旧约当中 呃 耶和华所说的 我们 要分别为圣 啊 洁净自己 啊 在神里边成为圣洁 来到神的面前蒙神的约纳 啊 阿们 Florence